讓程式重複執行之前 可能要先知道一個部分 就是說因為這個程式太長了 因為我字放的比較大 如果以後你遇到那個字太長的話 我理論上記得 這個有串接符號AND 我習慣在第二個AND 第二個AND的後面的空白 記得你不能直接按Enter 你直接按Enter它會出現錯誤 因為它會幫你把第二行當成 就是第二行跟第一行分開了 如果你要兩行變在一起的話 記得有個訣竅 你可以找那個串接符號的後面的空白 空白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底線 underline 一定要是底線 底線加上去按Enter 這個底線就可以讓你把上一行跟下一行串在一起 所以少這個underline不行 你不能直接按Enter 這個是一個規則 什麼時候會用到 就是當你程式太長的時候 比如說像這個程式太長 你不能隨便按Enter 一般習慣會在AND符號的後面 空白的後面 AND空白 加一個underline 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重複做什麼事情的話 理論上 當然直覺你也想說 其實可以把這一段程式 Ctrl-C Ctrl-V 貼上在下面 貼上在下面 貼上在下面的話 你就要改什麼 把4改成5不就好了 對不對 4改成5 然後呢 5改成6 6改成7 那總共103 那總共103的話 那你其實不是要改103次的嗎 所以這個方法當然是不OK的 不過我大概跟各位講 這個執行也可以啦 但是沒有人這樣寫 可是那要怎麼寫呢 基本上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 學會一個叫回圈的敘述 那回圈呢 請你在這個程式的第一行 按個ENTER 按個TAB TAB的話就下一階 打一個4回圈 那它的敘述規則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4後面的話 會有個變數叫I 這個I呢 它等於 4到 空一格 2 103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這種打法是固定的 也就是告訴它說呢 我要產生一個變數 那這個I的變數名稱是自己取的啦 一般習慣列我會用I啦 這個可以改 不是固定的 一般習慣會用I 它裡面這個變數呢 就是 會先4 NAS之後呢 就是變成5 NAS變6 一直到103為止 所以它這個地方是一個區間 那我第二件事呢 可以把什麼呢 把 剛剛打的程式呢 搬到這個中間 那一般習慣 會按TAB鍵 縮排 為什麼縮排呢 因為它是下一階 理論上這個縮排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縮排 全部程式打在同一階 會看得非常辛苦 這樣你就沒辦法看出結構啦 SUB AND SUB FOR 到NAS 如果裡面還有你繼續縮排 下一階 這個打法很重要 縮排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也是看得出 就是如果有沒有縮排 其實也可以看得出 那個打程式的人 是不是 是不是內行人 內行跟外行 所以像有些網路上的教學 一看就知道它這有點外行 怎麼都沒有縮排 OK 而且我最近還看到YouTube上面 還有人教的方法跟我幾乎一模一樣 就教的內容寫法都跟我快一模一樣了 可是明明這就是我的習慣寫法 怎麼會變成那個老師的習慣寫法 這個大概好 不過大家無妨啦 反正這種東西其實拋磚引玉啦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4回圈裡面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裡面替換 特別注意喔 很簡單 你把4的部分把它改成I 意思就是說呢 它會每一次的替換 每一次 那也就一輸出4之後會換下一個 4換下一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那我現在直接跑一下 全部執行 你會發現喔 它就自動什麼 全部跑完了 而且會跑到103為止 那你會為什麼103 因為我Ctrl向下 它會停在103列 剛好在這一列為止 OK 但後來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我的列數不是103啊 明天可能104、105怎麼辦 那這時候呢 你可能要學會一招 去追蹤你最下面的列是哪一列 那要怎麼寫喔 等一下再看 另外請各位先寫 再來寫什麼 寫一個那個清除 那怎麼清除 很簡單 把門號這個程式 Ctrl鍵按住拖拉 或者CtrlC、CtrlV也可以 然後這邊把Sup後面改成清除 因為你不用重新插入 我是覺得直接複製來改 可能會比較快 然後呢把那個 後面這個公式有沒有 把它改成雙引號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呢 全部都塞一個空置 這個叫空置串 雙引號兩個就空置串 意思是說 裡面就變成沒有 儲存格裡面就沒有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基本上呢 清除 它就裡面全部的資料呢 就清空了 OK 那再來最後的話呢 就把旁邊的按鈕指定聚集 改一下 改成門號好了 也許我們這邊的話 又重新寫一個 我把它重新指定 我們剛剛是用錄製的 那現在呢 請各位把它改成 我們的新的 我自己寫的 不過清除好像有兩個 我們用Module 有沒有Module1 Module2 我們用Module2的清除 因為呢 如果你在不同的模組裡面 寫了同樣的Sub 那它這個時候呢 會幫你 前面再加一個Module1 Module2 有沒有 我們是Module2的 我用Module2裡面的 把它清除 把它貼上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按一下它 執行了 OK 那其實就是多增加一個FOR回圈 就完成了 那至於說 我們要怎麼樣 剛好偵測到那個 最下面那一列的話 那這個待會再來看好了 因為這個 等於是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好了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好 門號跟清除 好 兩個部分 也是 那個空式上是 只要我只要把兩個 雙銀號打在一起就好 對打在一起 不用不用 裡面不要沒事 之前我發現有同學 沒事再空 這個雙銀號中間還多加空 空個 這個完全不需要 你反而加了這個 反而是增加困擾 空字串意思是說 兩個雙銀號 表示呢 它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那沒有東西 你不能說空下來 你要就打兩個雙銀號 它就會幫你把 沒有東西放掉儲存格 這個時候儲存格裡面 就會被清空了 清空就是可以用 這種敘述方法 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清空清除 所以我們已經做完了 門號跟清除 那這兩段程式 一樣可以在我們的那個 講義裡面也有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講義裡面 如果那個 有些細節 你現在沒辦法 完全馬上 融入到裡面的話 你可以稍微 有些細節 假如沒辦法記下來的話 可以稍微參考講義 然後 後面還有自訂函數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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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鱿鱿鱿鱿鱿鱿鱿鱛